黑黑一块看起来像木炭 其实这是SRF固体再生燃料 是用废弃物来发电 但燃烧过程恐怕有空污 所以让想进驻桃源的SRF发电厂争议 中央地方护杠 设厂争议回溯到2018年市府反对进驻 2020年经济部要求专案核准 时任市长郑文灿允诺 不过2023年业者开说明会时 居民强力反弹 随后经济部说 他们发出的推荐函不具法律效力 市府后续直接废纸入园许可 但今年6月经济部又撤销这份废纸处分 中央医生令下SRF场败部复活 那对环境的影响新任部长这么说 积核积查的确有很多的问题出现 那我们会在短期之内会提出一个报告书 体检报告书会有一个辅导团 有这个SRF能够成功的话 其实它会让这个事业废弃物大量的再减少 只是这SRF似乎也牵动桃源市长选战布局 时任民进党立委 现任法务部正次黄世杰 当时也极力反对 被质疑现在被经济部打脸 影响到未来布局 看来这电厂争议到了2026 必定成为选举攻防之一 这位学生你们会专业于台北什么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